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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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槍三人行咱们的经济才女叶谭 叶谭给我们今天提了一个超重要的问题 而且因为这个话题 他现在被骂成卖锅贼 这个话题我也要研究了一下 我听到一些传言说 中国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 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民族人民的未来的命运 到一个什么程度 说的就叫转基因主粮 我先给你看点这个东西 转基因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物的态度分为两大阵营 欧盟日韩至今都禁止在本土 种植和进口转基因粮食 美国 美国是转基因技术最多的国家 目前美国55%的大豆 45%的棉花 40%的玉米 已经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 不过美国人吃的转基因食品 大多是什么西红柿土豆 作为主粮的小麦至今没有进行转基因的商业化生产 然后我听到的传闻是什么 就是说中国通过了转基因水稻 就要转基因主粮 这个很多很多人忧心如焚 以至于忧心如焚到一个什么程度 瞭望周刊段一件事发的报道里 最后我看这是发出绝望的呼吁 所以说一定要记录下所有参与这件事情的官员 学者专家每一个人的名字 那意思啊 等将来啊 我们吃这转基因主粮全民都完蛋的时候 我们要检讨这个历史责任 就把这些人拿出来鞭尸 对 然后就有夜谈 所以这里边就有夜谈 所以不是 怎么请这么一个卖国贼上来 不是夜谈同志 有人怀疑我拿了美元了 孟三都肯死 所以我首先要闹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叫中国通过了转基因主粮 这个事儿到底咱通过了什么 现在 是这样子 去年9月份的时候有两个项目 转基因的水稻项目是通过了 就拿到了安全证书 也就是说它是安全的 那么它可以去试验去生产了 那只有两个项目 而且就是在山东 不是在别的地方 在山东 对对对 我的老家我们老家先玩 然后说今年1月份 国家 国家的一号文件 每次的中央一号文件 都是关于农业的 然后这一号文件里面有句话 就是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发展 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话 但是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说转基因的粮食 它的效益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只要你通过 估计在将来 它会占领你其他什么传统方式生产的粮食的市场 成为我们主要的食用的粮食呢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政府不进行税收政策的调整的话 你就是让转基因和非转基因这么竞争 我们拿大豆来说是 因为大豆我们市场上是转基因最多的 从05年左右开始进来 国外的公司转基因大豆开始进来 到08年77%的炸油厂所用的大豆 用的大豆77%是国外的转基因大豆 基本上他们已经一同江湖了 就这么厉害 就这么厉害 但是叶潭 为什么你又是支持这个转基因水稻呢 我继续拿大豆说事 大豆的话 它基本上是一个 它的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 要高三个百分点左右 一个百分点对于一家炸油厂来说 大约意味着一千万左右的利润 一千万左右 那么如果说这个它的炸油 如果一个同样的产品摆在你面前 一个安全系数是一样的 前提是一个炸油出油多 一个出油少 所有的人都会去选择出油多的那个产品 所以大家都选择转基因的大豆 但是是生产者选择这个产品 吃的人会选择哪个呢 吃的人因为我们国家没有明显的标识 也没有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被动的在当小白鼠 我们吃的很多油都是转基因的油 已经是 对 没错 都是啊 没错 你在市场上买的油都是转基因的呀 大部分 你不知道啊 你吃到现在了 有点不对 都是的 所以这个要普及一下 就吃到现在为止 如果说我们这个中国人做的小白鼠 那吃到现在为止的话 恐怕是就是安全性方面 就是检验还可以 但是有一点我为什么支持的话 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是 之所以要有转基因技术 是因为人类造孽太多 怎么讲 就是你我们不用转基因的话 我们现在拿这个育种来说 育种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国外的种子 占了绝大多数 山东受光是蔬菜之乡 那个地方的农民种茄子也好 种番茄也好 全都用的国外的种子 它不用 因为长得快 你就不用国内种子了 然后我们拿这个小时候就是鸡 中国本地的这个鸡啊 有很多品种的对不对 小时候什么卢花鸡啦 肠尾鸡啦 很多很多 都不见了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同一种鸡 都是国外美国进来的 就这一种鸡 这种鸡 为什么这种肉器 为什么要用这种鸡 这种肉器长得快 三个月 我们说现在这是不是飞人道 飞机道 他这个蹲在笼子里三个月 吃饰鸡 蹲长得 这站都站不起来的 没错 三个月 好了一刀宰下去 就到你的餐桌上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他们给我看在网上 美国的一个最近的一个纪录片 就讲美国的这个食物 美国老百姓不知道 还在那吃快餐 还在那儿 就给人家那个肉饼 那是成千万天 牛的那个碎肉混在一起的 就是被几个大公司 早已经工业化 就完全的这个这个 垄断了这个食品的 然后你说那个鸡 我就是从右鸡到成鸡啊 现在长的速度 比50年前快了一倍 对但是呢 这个鸡的这个凶肉 专门长凶肉改造的 凶肉比50年前大了一倍 那个鸡啊 走不了两步就倒 走不了两步就倒 他是纯粹的肉鸡嘛 他是个工厂 他都站不起来 都站不起来 没错 因为我是绿色和平的会员 我们向来的立场就是反对转 进行食品 跟所有这种不人道的 这种食品生产方 我不是卖国贼 没错 我们站在国家的这边 色不定是卖国贼 这不光是卖国贼 这卖球贼了 卖地球了 卖球贼 其实是这样 我想啊 在现在我们吃的所有食物里面 都有大量的人工特色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吃那个薯片薯条 它上面不是标榜这些什么香味吗 什么芥末香味 烤肉香味 你知道那个味道是怎么来的吗 那个味道啊 很多人还以为是什么百分百天然 看到那些标签啊 就说哎呀我喝的这个牛奶 比如说里面也是有草莓味道 有什么味道 这种味道其实全部都是一瓶一瓶很小瓶的那种粉末 所谓的薯片的烤肉味道是一种世界上有这么一种公司 他不干别的 他专门制造调味品 他是非常精密非常高端 而且非常神秘的机构 他为什么神秘 那是秘密配方 比如说像麦当劳的那个薯条要怎么样的味道 那也是一种下了一种调味料才出来的 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拿真的拿那个粉末给你们大家闻 你一闻就哎呀这不是烤肉的这个薯片的味道吗 所以他不是真的用什么烤肉做上去 而是调味 我们吃的绝大部分的食品 都是这样子工业化的一个结果 那么更不要说你刚才说养鸡 鱼也是一样 比如说现在我们中国人吃的鰂鱼大闸蟹什么 这都是用了很多避孕药啊 用什么这都不是秘密了 这个你像我去看那个纪录片 我看着这圣人啊 就讲美国这个大公司 垄断全球的从这个粮食 从种啊比如说说是什么讲的什么英语啊 是什么西红柿 美国超市红艳艳的西红柿 这个西红柿是在地球的另一端 另一个地方生产出来 它还是清绿的时候就被运过来 是用乙烯把它催红催熟 对放上超市 对你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水果 对而且香蕉也是一样 以前的现在你注意一下现在香蕉 给你的香蕉分别在哪 它不正常 不正常在什么 现在香蕉通常很黄很漂亮 外皮是很干净 正常的香蕉啊 是放不了那么久的 一拿出来没多久就会烂 而且正常香蕉是充满斑点的 为什么现在那么黄呢 是因为现在全球越来越多人 帮衬这个超级市场 超级市场摆货的方法 一堆堆摆在这灯下 它必须要好看 所以消费者注重的是要 样子要漂亮 所以香蕉也被改要做成了这个样子 要不然的话呢 本来香蕉应该是有斑点 有斑点香蕉才比较有香蕉味 才比较好吃 对有很多斑斑点点的东西 就是越难看的东西 越自然的东西 这个越好 味道不一样 然后你还说 只有一种东西 现在全球空气也好 水也好 土壤也好 从现在调查来看 15%到30%都已经被污染了 就是你即便再吃绿色食品 30%也被污染了 然后呢 只有一种东西污染是最少的 一种食物 就是最难看的那种食物 土豆 土豆 土豆美国不也转基因了吗 土豆你如果不吃转基因食物的话 它的污染量是比较小的 你把那个皮削掉 它里面都是它的果肉 就一大层的 那个污染量相对来说 就小一点 然后农作物 农药喷上去的也小一点 所以我一直在说 你们说转基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转基因是有可能它的安全 没有用80年一代人 来做一个安全的检测 这个是它的问题 但是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人类啊 现在没有节制的利用这个资源 所有的人都想吃好的 穿好的 那么人口又那么多 那比如说我们以前 我记得咱们做过 三聚清安这个事情 牛奶这个事儿 那么所有的中国人 一下子多了10亿人要喝牛奶了 突然要喝牛奶了 这牛奶哪来 母牛它现在挤不出那么多奶 那么除了下三聚清安 一种方法之外 就是你挤得太平了之后 牛的母奶牛的这个整个的生理技能 出现问题 听说这个奶牛奶牛的奶头都发炎了 对 挤到这程度 对他就是他他经常发炎 你给他吃的饲料里头 有很多的农药 然后环境又不干净 然后你过量的去使用它 然后这个导致整个奶牛就是 他的体内免疫能力很差 所以为了对抗这个 为了让他天天能出奶 成本最低 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 大剂量的那个 三聚清安 不是三聚清 大剂量的这个给他打抗生素 就是这让他可以支撑下去 但是你知道他产的奶里面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毒素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 是一种转基因的奶牛 说他检测出来牛奶毒性小 还是说我们就喝现在这样的奶毒性更小 我明白 真的不知道 反正都完蛋了 对 那转基因说不定还好点 你是这意思吗 我是这个意思 还有另一层意思 我想 因为我听过很多这种说法 就支持转基因的人有一种说法 因为现在我们面对这个什么矛盾 就没错 转基因大家都同意 其实我发现就算是很多赞成 推广转件都赞成 这个食物我没办法说百分之百的安全 其实也没什么食物能说百分百安全 可是问题是他能够解决一个 眼前的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是什么 全球暴增的人口 跟他背后的压力 这是最大的问题 今天地球最大的问题 人口增长太快 我们粮食根本不够 地球原来用我们的 所谓的自然生产方法 大家都饿死了 不晓得多少人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用一些异常的手段 才能够供应出这么多东西 就像牛奶那个例子 你不要说中国 其实美国也一样 美国牛奶就算没有下三句轻案 但美国很多奶厂 都有个必要的一个工序 就这个挤出来的奶 要经过一个工序 就过滤掉里面的血 因为那个牛奶奶牛挤出血来了 已经那个奶头 天哪 要除血 牛真的是吃的是草 挤的是奶 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牛都不吃草了 你知道 当然还不吃草 美国人搞的这个 他要让他大量种这个廉价玉米 然后呢给牛吃草 不吃草了给牛吃玉米 给牛吃玉米呢 然后就会造成啊 牛有几个胃的什么的 然后呢牛长期消化这个玉米啊 他不用反出 导致他这个胃里会有一种 某一种叫什么利息 什么舍利息 是大肠杆菌 那么这种大肠杆菌怎么办呢 都有了人病了 要美国赔了 再下药 然后呢 你到美国的车间跟化学 实验室似的 说我们再把这个牛肉啊 你在这里边就撒点这个药 撒点那个药 就完全化学了 给它除菌 你说这最后吃的这个肉饼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到底是什么 所以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理解是 像这些奶牛肉牛也好 你不能再把它看成一个动物了 现在理解是把它本身看成一个小型工厂 你要理解每一头奶牛 这是个小型工厂 这个工厂 它能够顺利的每天产出这样的牛奶 是经过大量的人工手段的介入 介入到他身体 他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被人用药物 各种各种手段去把它调整过 对他才能够产出 当然我有点明白叶谭这个意思 但是我感觉呢 就是说已经要完蛋了 对吧 但是这个转基因会不会更惨 因为它是粮食啊 主粮啊 将来这个要是我们吃的 都是转基因的水到 你像我这个外行 一听转基因这个词 我就跟他们民意调查 83.4%的那个网友是一样的 根本不考虑 如果有选择 我当然不吃转基因 而且我给你看看一些资料 我给有网友提一些问题 如果转基因食品是无辜的 为什么2006年世界绿色和平组织 针对亨市婴儿米粉中 含有转基因成分公开指责 为什么中国政府强烈要求 亨市在中国销售的 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五种婴儿米粉 产品撤价 如果他是无辜的啊 为什么 对雀巢在中国销售的六种食品 含有转基因成分 提出谴责啊 为什么雀巢对欧美和对中国销售的产品 存在双重标准 如果是什么无害的 为什么98年苏格兰的什么普斯泰教授 通过小白鼠试验后发现 食用转基因土豆和小白鼠出现 严重的免疫功能紊乱和智力下降 我还听说奥地利的科学家说这个转基因 小白鼠吃了之后发现生育能力下降 到养到他孙子 属孙子的时候 第三代的时候 体重下降 身长变短 这又怎么回事 这个质疑啊 我还可以有一连串的质疑 类似于这样的质疑 但是我觉得这前面两个质疑 基本上是指责中国政府不作为 为什么呢 你如果不设立一个转基因的标准 那么 人家当然 我就愿意跟非基因 任意的偶尔偶然的在做事 对混为一谈 对不对 这样子我就可以卖的出去啊 但是我中国政府如果说我明确要求 第一你如果是转基因做的 你必须明明确确的告诉我 是转基因食物 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食品不标识 对 然后这个又很明显 就像吸烟有害健康一样 你给我标在烟壳上 你给我标在亨氏婴儿米粉的 最显眼的地方 所有人一看就能看到 我这是转基因米粉啊 然后你还是不是 由消费者自己去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政府的一个规则 对你说的这很对 可是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主粮这个问题 即便你说我们政府定了 就是全标识啊 我刚才说了 你就一铺铺开转基因水道 那很可能将来没有选择了吧 就是但是 只能吃转基因水道 转基因水道 我想补充一点 就其实现在还有一种 我觉得要提出另一种言论来讲 这个转基因的问题在哪 当然它很可能会有很多的害处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不确定 它有风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质疑 此外还有第二个质疑啊 我觉得也很重要 这个质疑是什么呢 就是说转基因食品 就像刚才叶潭讲 它很容易很成功 因为它太好用 产量的效率太高了 效能太大了 所以它一推广出去 肯定很多农民就抢着用这个转基因的种子 或者转基因食品 可是这么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记得20世纪人类历史上 曾经有过一场很有名的绿色革命的东西 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印度 就是一些科学家 改良一种水稻的品种 结果这个水稻品种的产量非常高 那么当时被夸耀为场是个绿色革命嘛 就是救活了很多人 但后遗症现在出来了 这个后遗症在哪里了 就是因为啊 这种品种啊太单一了 品种太单一有个很大的问题 这问题在哪一有虫害 一有传染病就全垮 这个 然后呢 你一垮了之后 这次就要用药或者预防 你每次用药或者做各种预防措施 带来的问题就是加重这个水土的负担 而且呢 比如说各种的这个田土的考虑问题也都大了 然后最后环境也会造成破坏 所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转基因食品独大之后啊 原来的品种的多样性怎么办 这个多样性的价值在哪 它们就已经在 的时候蒙山都为美军生产落叶剂毒剂对就是让那个树林的叶子都没了 这样这个那个美军就容易看见越共没没没儿藏这是最有名的对然后说蒙山都公司我那天看纪录片也就讲了这个公司这公司这个就是一种大豆 他的这种转基金大豆他到处有监察员美国农民不准保留种子对不准保留别的种子他全世界的这样在印度也是对啊就是呃我有一个科普的东西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刚才还在跟那个文涛 然后再说就是转基因的呃植物会不会就挤压了非转基因植物的空间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不自然因为呃转基因是一种不自然的植物这是肯定的嗯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发明一种但是你知道转基因占优势的时候往往是人类强行让他占优势你比如说种大豆的话啊我们拿大豆来说呃当一种出油率高的抗病毒的大豆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农民在自己的农场上种这种大豆这种大豆占了优势但是一旦回到野生状态一定是自然的大豆更占优势 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是一种自然宗教真的是天人合一的就是说这棵树长在这儿这棵草长在这儿它都是这个自然选择的结果 这个地方最适合它生长它这个地方长得最好就中国人不尊重自然的表现就在于乱移树 深山老林里的树去迁移出来种在马路边这个是非自然的一种行为 但那么它如果是种得最好的话它有一个自己的升值的传播渠道 它也能播得最广这样才它才能到处长 所以像这样的一旦这个人类的手离开之后你就会发觉自然界马上就会恢复它的均衡 就是有那么好吗你好像上帝一样 不是上帝是真的所以我想这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的确现在这个我们要为什么要讲多样性啊 大家都知道这几天讲多样性讲多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多样性 但是我想多样性也不用太担心就算有了转基因食品之后呢 如果我们做好标示系统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将来会有很多人罢买仍然会罢买转基因食品 哪怕你效率再高哪怕你价格再便宜他仍然不吃 那这时候他要选择什么他要选择一些所谓的自然品种或者绿色有机耕种的 那这时候绿色有机耕种的食品会出现什么现象就他价格会变得很高 然后就会吸引一些农民去种那样的一种品种 蒙山都公司把种子都弄没了 不不不那是他所以你要小心他 所以蒙山都公司这个公司我觉得我们要特别小心对待 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那时候不是在搞那种反全球化什么 那时候大伙都不知道我们在搞什么 还在骂我们就帮人无聊 我们那时候针对的其中一个企业就是蒙山都 他出了名是海盗企业 他跑去把印度那种香米 芭蚀米 那是印度人种了几千年培育出来的品种 把人家那个基因给登记了 那这变成他的智慧成功 然后印度农民现在种这个样子 谢谢